不再来时候 我要走适风的道路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信息的主题是 末世的觉醒 我们晓得末世所指的就是 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 一直到他第二次再来的这段时间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代 基督徒往往非常的清楚末世的定义 但是未必明白末世这两个字真正的意义 我们相信末世总有一天会结束 但是不是所有相信的人 都会为那一天做好准备 我不晓得你相信 你相信现在已经是末世的尾声吗 你知道末世的尾声这几个字 真正代表什么吗 就好像闹钟已经响了 你是不是还在昏睡 或者是我们已经准备好 迎接主的再来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这一些活在末世的你跟我 到底我们要如何预备自己 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觉醒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 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 到第三十七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 法利塞人问耶稣说 神的国几时来到呢 耶稣回答说 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 这里看到了两次出现神的国 一个是法利塞人所问的神的国 一个是耶稣所回答的神的国 虽然都是神的国 但是这两个国基本上 是不是同一个国 意思就是说 法利塞人心中所想的那个神的国 是一个地上的王国 但是耶稣所回答的神的国 是神掌权的地方 所以耶稣在二十一节接着就说 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就在你们中间 这句话说明了什么 耶稣就在那个时代 就在法利塞人的中间 但是他们不认识耶稣就是米赛亚 如果一群人不接受耶稣就是神的话 他永远是看不到神的国 神的国必须是要认识耶稣就是神 才有可能看到神的国 接着耶稣不是在回答法利塞人 就在回答他的门徒 对门徒说了这番话 为什么 因为法利塞人所期待的那个神的国 比较像二十二节以后 耶稣所讲的那一个日子 即将来临的那个国 那个国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那个国 这里面所讲的就是二十四节 这里我们一起来看 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 好像闪电 从天这一边一闪直到天那一边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 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 到挪亚近方舟的那日 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 又好像罗德的日子 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 又耕种又建造 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 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全都灭了 我们来看第三十节这里告诉我们说 人子显现的时候 那个日子也要这样 当那日人在房上 器具在屋里 不要下来拿 人在田里 也不要回家去 这里告诉我们三十二节的时候 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 凡想要保全生命的 必上吊生命 凡上吊生命的 必救活生命 我对你们说 当那一夜 两个人一个在床上 要娶娶一个 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一同推磨 要娶娶一个 撇下一个 两个人在田里 要娶娶一个 撇下一个 门徒说 主啊 在哪里有这事呢 耶稣说 失守在哪里 阴也必聚在哪里 在这里 这段经文一开始告诉我们说 人子降临的日子 也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那个日子 这里形容是那个日子要像闪电一样 我们知道闪电有两个特点 一个特点就是 闪电没有预警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闪电 就好像主耶稣要再来那个日子一样 没有人可以猜测 他快来之前我才开始做准备 我们不知道那个日子什么时候 就如同我们不知道 闪电什么时候会发生一样 但是闪电还有第二个特点 闪电的特点就是 非常的明显 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 但是一个不注意的人 他还是看不到闪电 你必须成为那一个非常警醒的人 才可以看到那个闪电 在这里耶稣 我们看到经过两千年 经过两千年的末世 今天我们到底有没有感受到那个迫切感呢 最近国际间有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那个话题就是北韩和美国的这种紧张的关系 我们晓得虽然表面看起来只是领导者彼此之间的口水战 但是也有可能擦枪走火 反而会引爆了一个所谓毁灭性的灾难 就是世界大战 或者是拉开了所谓的世界末日的这个序幕 我们不晓得会不会这样发生 这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话是我们必须要相信 圣经所说的预言必须要应验 主耶稣说他还要再来 就必要再来 问题是我们今天有没有准备好 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觉醒呢 从这段经文二十四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 人子降临的日子 你想耶稣怎么说 耶稣说人子降临的日子 他引用了挪亚的日子 他引用了罗德的日子 为什么 为什么耶稣要引用挪亚和罗德的日子 来形容主再来的日子呢 我可以告诉你 你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必须要问另外两个问题 就是到底这两个日子有什么样的共同点 它的共同点是不是 是不是最后都要接受审判 它的共同点是不是 那个世代人通通都要灭亡 是不是如此 还要问第二个问题 就是这两个日子的那个主角 也就是挪亚和罗德 到底他们有什么不同点 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不同点 那不同点是不是 同样要面对审判 但是一个是非常的预备 一个是非常的不警醒 这是他们的不同点呢 今天我们从这个共同点 从这个不同点 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的重点 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身处于末世的你跟我 到底我们应该在等候主再来的这段时间 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觉醒 末世的基督徒 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属灵的觉醒 从刚才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三点 第一点 末世信徒要觉醒 要认识末世的真正的意义 我们千万不要把末世这两个字 当成是一个宗教的术语 而忽略了末世最后的结束 就是主耶稣要来的日子 我们要怎么样面对末世 就等于是我们如何来迎接主的再来 我们必须要能够看到那个真正的意义 第二点 我们必须要效法挪亚的榜样 我们必须要不随从世俗的潮流 我们必须要警醒地来预备 第三点 我们必须要记取罗德的教训 我们千万不要布罗德的后尘 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 在末世该有的决心 第一 我们要认识末世的真正的意义 末世这两个字 当你听到的时候 你马上联想到什么呢 很多时候听到末世这两个字 有的人就想到 这是一个圣经的专有名词 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口头禅 末世已经讲了两千年 到底两千年后的今天 你有没有感到一个更大的迫切感 两千年前是末世 两千年后是末世 你会不会觉得经过两千年以后 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主再来的日子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末世 那个征兆 已经慢慢地越来越明显 到底有什么样的征兆呢 我们必须要能够看清楚 刚才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末世的征兆是什么 挪亚的日子 罗德的日子 就是人子要来的那个日子 你看到今天 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有没有比今天更像罗德的日子 更像挪亚的日子呢 到底末世的征兆是什么 很可能会让我们误以为是 又吃又喝 以为就是又娶又嫁 是 末世的人一定会吃喝 一定会嫁娶 但是这个是所有世代的人的共同点 是所有的人类历史里面的共同点 不是只有末世才有这样子的现象 真正末世的征兆 不是又吃又喝又嫁又娶 我可以告诉你 末世的征兆是 罗德的那个时代 跟挪亚那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 就是恶贯满盈 在那两个日子 当时的人犯罪犯到一个地步 让我们的神忍无可忍 这才是真正末世的征兆 但是我们今天回看我们这个光景 我们看到这个世代 到底我们比那个世代还会更好吗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仔细看圣经 你会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就是挪亚的日子 跟罗德的日子 所有的罪 在今天没有一样是没有的 罗德那个时代最明显的罪就是 就是同性恋 你想想看 同性恋 三十年前的同性恋 跟今天同性恋有什么不同吗 一样都是同性恋 不 三十年前的同性恋 他们是非常的低调 三十年前的同性恋 他们是要不断地 用比较弱势的那种团体的那种姿态 要寻求人的认同 可是今天的同性恋是很嚣张 今天的同性恋基本上非常的霸凌 要霸凌社会不打紧 还要绑票政治 你看到有没有不一样 当然今天一样有罪 那时候有罪 但是今天的罪 简直是变本加厉 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就简单看最单纯的地方 就是校园 校园的问题 五十年前校园的问题 跟今天的问题 同样都有问题 但是是不一样的问题 小时候学校上课的时候 我就记得 我们的问题就是卫生的问题 一上学早上老师要检查 我们有没有剪指甲 我们有没有带茶杯 我们有没有带茶壶 我们有没有头发弄干净 老师在乎的是这个 它是卫生的问题 叫我们不要随地乱丢纸屑 尤其是泡泡糖 希望不要把泡泡糖 粘在我们的桌子椅子下面 今天的问题 校园的问题不是卫生的问题 今天校园的问题是道德的问题 你在校园里面可能没有看到 有那一些随便乱丢口香糖 但是你可以在校园里面 高中的校园里面 看到有人丢弃用过的保险套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 五十年前校园的问题是 是怕有病毒的问题 今天校园的问题是 很多人在吸毒的问题 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看到 今天的问题是金杯洗笔 我们看到末世的征兆 是越来越明显 在十九世纪 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 叫做斯布真 斯布真的老家 曾经有一个 属灵的大复兴 叫做威尔斯大复兴 威尔斯大复兴 就发生在一九零四年 你知道复兴到一个地步 整个城市 所有的酒店全部关门 到一个地步 当时的戏院 没有生意 没有人要去看戏 每个人都在家里面 认罪悔改 在等候主再来 是的 你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属灵的大复兴 可是那只是 曾几何时的一个回忆 就在去年 2016年的四月份 就在同样一个地方 他们的市议会 就提出了一个议案 他们要禁止传到 人在公开的地方 来传讲罪 不准在公开的地方 提到不道德的事情 不准在公开的地方 讲到所谓的 这个同性恋 他说这样子会造成 人们感到不舒服 甚至会觉得 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他说会 feel insecure and uncomfortable 用这样的理由说 传到人不应该 在公开的场合 传这样子的东西 你想想看 一百年前 曾经是属灵的大复兴 但是一百年后的今天 却是灵命的大凋零 你想想看 四个就是那么一百年 你不觉得末世的征兆 越来越明显吗 为什么圣经要告诉我们说 那个时代的人 又吃又喝又嫁又娶 是 跟今天这个世代 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 就是这个共同点 那个共同点的意思就是 当我们看到这个罪恶的世代 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我们已经司空见惯 我们已经见怪不怪 到了一个地步 我们会若无其事 还在那里 照常吃喝 照常假去 说到吃喝假去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 今天的吃喝 跟那时候的吃喝是一样的 我可以告诉你 不一样了 也是一样 有过之而无不及 过去的那两个日子 他们的吃喝是 又吃又喝 现在的吃喝是 暴饮又暴食 那时候是 又娶又嫁 现在是 又娶又离 又嫁又分 你要来看看 英文的圣经是怎么写的 那个时代 挪亚的日子是 They ate and drank They married And they were given in marriage 你想知道 今天的时代是怎么样吗 一样吃喝 一样嫁娶 但是是不一样的 我跟你讲 We over ate And we drank We married And we got out of marriage 今非昔毙 这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末世的征兆 已经非常地明显 初来的日子近了 我们必须要有 那个末世的决心 第二点 我们必须要看到 末世的一个警告 神不会平白无故地就审判 他会在审判之前 给我们警告 那个警告在创世纪 在毁灭 所多玛尔摩拉的时候 也曾经有这样的警告 创世纪十八章的 第二十节是这样说的 他说 所多玛和尔摩拉的 罪恶甚重 声闻于我 四个字 简简单单叫声闻于我 但是声闻于我 这四个字 你会给你感觉是什么 好像天使去观看了以后 回来跟上帝报告 Whispering 小声的就是在 上帝的耳边说 那个地方有犯很多的罪 不是的 如果你仔细读英文版 不是这样子的 那绝对不是轻声细语 英文写的是 Cry out Cry out to me 你看到这个 有多么的严重吗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等于是在 神的耳边 在那边 用尖锐的声音在 向神呼喊 你先想看 神的感觉会是什么 你想知道 那样的感觉是什么吗 你想要试试看 你回家的时候 找一个你身边的人士 你就在他耳边 大声地玩 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关系 你的犹豫一定会破裂 我们今天 这个世代的罪 已经在神的耳边 大声地在那边尖叫 在那边制造那个噪音 你可以想到 神已经到了 人无可忍了 这就是末世的警告 不止耶和华说 我可以告诉你 耶稣也说 马太福音第十章 第十五节 耶稣是这么说的 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所多玛和尔摩拉所受的 比那城还容易呢 你读完这段经文 你在乎的是什么 还有比所多玛尔摩拉 还要受更重审判的那城 那城会是什么城 会是纽约吗 会不是三番寺 我可以跟你讲 你也要知道 那城是哪一个城吗 圣经已经告诉我们 你不要感到非常的惊讶 你想知道 耶稣所讲的那一个 要受更重审判的 那一个城是哪个城 你必须要读前面的那一节 那一节就是在 马太福音十章第十四节 是这么说的 他说 凡不接待你们 耶稣的门徒出去传福音 不听你们话的人 那一些人 就是要接受 更重的审判的人 我不晓得 我们读到这段经文 我们也没有得到一个警告 我们也没有一个觉醒 是的 今天在我们身边周围 有很多人就属于这种人 他你怎么样跟他传福音 他就是不接受 就是到临死 他也不接受都有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觉醒 就是这一些人 如果我们不去救他们 他们将来要受 比所多马更重的审判 我不晓得 你可不可以看到这个觉醒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最后我们要看 末世的结局 主耶稣第二次再来 跟第一次再来是不一样的 主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 他是 报成肉身 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他是荣耀的降临 他是列天而降 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是舍命使家 第二次来的时候 他要带来审判 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我们不要以为 主耶稣来的那个日子 就是我所有的问题 通通解决了 我募金马上就可以 是不是这样子 你是不是想得那么天真 主耶稣来的时候 我的孩子也不用上学 我也不用一天到晚盯着他 通通都没有头痛 我可以告诉你 你必须要看到末世结局 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主耶稣来的那日子 他要带来一样东西 就叫做审判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有四个字重复出现 就是挪亚的日子 还有罗德的日子 把他们全都灭了 当挪亚进方舟以后 洪水就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当罗德出所都满的时候 就有火汉硫磺 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我们必须要看到 这个末世的结局 是代表什么 神要来 要来审判那些不信的人吗 不是的 神的审判 要从神家起手 神要来审判 祂的教会 神要来审判那一些 所谓的称为基督徒的那些 我们的上帝的儿女 神要来审判 神要把败子跟麦子 给分出来 败子要烧掉 神要把那一些 山羊跟绵羊给区隔 神要审判 神要审判 祂的仆人和使女 到底你是忠心良善 还是你是有恶有懒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觉醒 今天我们就必须要 警醒的预备 我们不只要认识 末世的真意 我们还要效法 挪亚的榜样 到底挪亚有什么榜样 可以给我们学习呢 在新约彼得后书 第二章第五节 这里说得非常的清楚 他说 神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 曾叫洪水 临到那不近浅的世代 却保护了 传异道的挪亚 一家八口 这一段经文 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们必须要 思想一个事情 就是 挪亚的那个世代 是一个不近浅的世代 我们会以为 挪亚那个世代 比今天好很多 不是的 挪亚那个世代 跟我们一样 是一个不近浅的世代 唯一不同的就是 我们还有很多的 属灵伙伴 挪亚他没有 他等于是在一个 非常孤独的 一个属灵的环境里面 他可以中流砥柱 到底他所处的 那个世代 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 我们必须要来 回到旧约来看 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 一直到 创世纪第六章的第九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 他说当时的时代 是这样子的 神的儿子们 看见人的女子美貌 就随意挑选 取来为妻 你看到这段经文说什么吗 神的儿子 简单讲就是 是基督徒 人天的女子 就是那些拜偶像的 那些不敬畏 也和华的人 换句话就是 告诉我们 就是任意的 非常轻忽的 把婚姻当成 不是神圣的东西 不是一个婚约 而只是一个合同一样的 这就是所谓的 信与不信 共父以恶 到了一个地步 第五节告诉我们说 终日所思想的 禁都是恶 从信与不信 共父以恶 恶到最后连整个思想 通通都是恶 但是第八节有一个转折 他说 唯有 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挪亚与神同行 凡神所吩咐他的 他都照样行的 神吩咐他造一个方舟 他完全没有拒绝 造单全收 把方舟从木头 一开始做到方舟完成 我们从这一段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到底挪亚 给末世的信徒 留下什么样的榜样 第一个榜样 就是他广传福音 他全家得救 我这里说什么 他说传异道的挪亚 一家八口 他们一家就刚好八口 虽然他没有救他的亲家 没有办法传福音 让他的亲家可以接受 但是他的一家 全部都得救 全家都得救 今天我们就是要有 这样的觉醒 你还有思想 在你的一家里面 还有谁没有得救 神给我们这样的时间 可以去 思想可以这样子来宽容我们 就是要让我们可以 在这段时间以后 这段时间之内 赶快不断地广传福音 我记得秋妈妈有一个 有介绍一个弟兄 她的姊妹让我认识 那个弟兄姓人在台湾 常常在街头 在街头向人传福音 他本来的名字叫Jason 但是他这么做以后 他把他名字改成Peter 因为他要像一个使徒一样 他要向那些路过的人传福音 这就是挪亚当时所做的 我们不晓得他的果效如何 但是我们知道 挪亚基本上没有果效 但是他并不灰心 他仍然在那里传福音 这就是我们 末世信徒的一个榜样 至少有一点 我们必须要觉醒的就是 如果在你的家中 还有没有得救 这就是你的机会 第二点不止如此 我们要思想的就是 挪亚他追求圣洁 他并不随波逐流 我们要看到当时的环境是什么 是婚姻非常的轻忽 并且也是一夫多妻 但是挪亚跟他的儿子 全部都是一夫一妻 他选择的不是 世人所走的那条路 他所走的路 就是圣经所说的 耶稣所教导的那条载路 那一条载路 不是大家选择的路 他选择走耶稣所喜悦的那条载路 他一家八口 全部都追求圣洁 第三点他就给我们的榜样是 他殷勤的侍奉 警醒预备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不得不承认 我们在服侍真的服侍得很累 服侍得五年 同样服侍的东西 我每天都要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真的会很累 你必须要想到挪亚 挪亚他照方舟照了一百二十年 圣经并没有说他很累 我们想到说 这个我不会 这个我不会 挪亚他并不是造船系毕业的 他可以跟神讲说 你要找别人 为什么找我 挪亚没有用这样的借口 很多时候我觉得年纪大的 体力不支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千万不要在挪亚面前 医老卖老 因为挪亚被呼召的时候 已经是四百八十岁 他进方舟的时候已经六百岁 一个六百岁的老人 他仍然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召 你以为他是去坐cruise ship吗 他在船上待了三百七十天的时间 我可以跟你讲 他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大游轮 每一天要跟那些牛羊 那些共处 你想想看 三百七十天 他多么的殷勤在那里侍奉 圣经告诉我们说 凡神所吩咐的 他都照样醒了 我们会不会有这么样的忠心呢 神要我们做 我们愿意做吗 今天当他在造船的时候 我可以跟你讲是天风和日丽 完全没有看到一点雨滴 从来没有一点洪水的样子 他仍然在那里警醒地预备 你看到末世的征兆吗 你听到了天上已经有响声 号筒吹响了吗 那已经是太晚了 我们必须要预备 我们必须要警醒 第四点 挪亚他寻求主恩 他与神同行 我们很多时候读的第八节 我们会以为上帝偏心 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好像神的恩典只有给挪亚一样 我倒是挪亚的专利一样 不是的 我们要看到 唯有是在形容挪亚 不是在形容我们的神 指后代挪亚 唯有的意思就是 大家都不肯接受 我可以跟你讲 这边讲的蒙恩 蒙恩的英文是什么 是他find grace 不是他earn grace 不是因为挪亚他做得很好 所以神才给他恩典 我可以跟你讲 是因为神要把恩典赐给所有的人 所以差派挪亚一起去传这个恩典的道 但是被所有的人拒绝 除了挪亚以外 所以挪亚他就蒙恩 今天我们要效法这一点的就是 我们要把这个蒙恩的道 传给我们周围的人 很多人以为说 我行为不错 我做人都是凭良心 我并没有什么杀人放火 我告诉你 你想要赚得这个恩典是错误的 你想靠你的功劳 来蒙得上帝的拯救 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你必须要find grace 你必须要在神的面前蒙恩 我们要在末后的世代 要笑把挪亚回到神的面前 并且选择神的道路 他与神同行 他不是要神与他同行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连祷告都要绑票上帝 我要这样做 你要成就我 你要照我的意思 虽然我们讲话 并不一定那么直接了当 但是上帝听得懂 我们要与神同行 不是神与我同行 就有很大的差别 到底谁是神 挪亚他完全顺服神 他与神同行 这是我们在末世的榜样 我们不只要有这样的觉醒 来效法榜样 我们还要有一个觉醒 我们必须要记取教训 记取罗德的教训 刚才我们问了一个问题 到底这两种日子里面的这个主角 罗德和挪亚 它有什么地方不同 是不是同样面对审判 一个是预备 一个是不警醒 我们是不是看到 他们两个人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两个人通通都得救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罗德当他离开索多玛的时候 他是落荒而逃 他是狼狈不堪 这是我们可以想象 当挪亚进方舟的时候 他是从容不迫的 当他走出方舟的时候 他是昂然挺胸 高视阔步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 更大的不同是什么 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 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二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 他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棋子 为什么要回想罗德的棋子 不叫我们回想罗德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有其父必有棋子 如果夫妻两个人 是二人成为一体 我可以跟你讲 在属灵的上面 我们几乎也可以用 有其父必有其妻 尤其是用在罗德的身上 非常的恰当 我可以告诉你 罗德的棋子在这里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他的名字是什么 只被称呼为是罗德的棋子 只有人家认识他 就说是罗德的棋子 你知道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 也就是罗德的棋子 基本上就是罗德的翻版 我们晓得罗德的棋子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 但是他的错误决定是其来有志 而那个来源就是罗德 他深深地受罗德的影响 何以见得呢 我们必须要看旧约的这段经文你就知道 创世纪第十九章讲得非常的清楚 当天使要把毁灭索多玛的这个消息 告诉罗德的时候 罗德当然是会告诉他的家人 你想他的家人是什么样的反应 至少圣经告诉我们 他的女婿们 他两个女儿的丈夫 是这么说的 他说以为罗德所说的是戏言 他以为罗德在开玩笑 你觉得这很好笑吗 耶稣说我要毁灭这个世界 我要毁灭这个城市 你们也赶快逃亡 你觉得这种笑话好笑吗 这比冷笑话还要冷 但是他的女婿却觉得 老丈人 你是在开什么玩笑吗 很显然他的女婿完全都不信神 很显然他的女婿 看到他老丈人的身上 根本看不到任何的见证跟榜样 这一个属灵的长辈 在他的心目中到底是什么 我们从这一个戏言两个字 就可以看出短泥来 不打紧 那个晚上过后 隔天早上天使说 不能再等了 赶快走 赶快走 罗德的态度是什么 第十六节说得很清楚 但是罗德他迟延不走 他还在那里流连徘徊 你以为他赶快就赶快夺门而出吗 不是的 他还在那里 还在那里不肯离开 还在那里眷恋 到最后 天使必须把他们拉走 告诉他们说 逃命吧 不可回头看 不可在平原站住 必须要逃到山上去 你想想看硫磺火降下来的时候 你越低的地方当然会越险 当然要往高处爬 但是罗德他怎么回答呢 他说主啊不要这样子 不要如此 我不能 我不能逃到山上去 我有高山症 我已经年纪大了 我跑不动了 你就给我在地里看到 前面有个小城市 是的 这里又小又近 你就容易逃 你就让我逃到那个地方去吧 你看到罗德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 难怪罗德的妻子 最后会有这样的下场 罗德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 我们从他身上 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 第一点我们看到 他完全失去信仰的见证 我们看到罗德 他连他自己的女婿 他都没有办法说服 这么严肃的事情 都没有办法说服 我可以告诉你 可见而知 罗德他的生活和他的信仰 非常的不合一 你可以说服你的晚辈吗 你可以说服你的儿女吗 你可以说服那一些 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吗 我们必须要思想这个问题 末世的觉醒就是 我们不要失去这个信仰的见证 我们必须要能够 好好的认真的思想 到底罗德 他代表什么样的信徒呢 在不久前我们才查过经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 虽然得救 就如同从火里经过一般 这就是罗德 换句话就是说 他身边的东西都烧得一干二净 仅仅得救只剩下他一个人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罗德到底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 他完全不知道 他蒙神拣选蒙神呼召真正 那个神圣的目的 这句英文就说得很清楚 他说 Christians are not just called to forgiveness but to holiness and witness 我们今天不要以为我们得救 我们就满足 圣经说得很清楚 告诉我们说 基督徒蒙召 不只是为了要紧紧得救 不只是为了要罪得赦免 而是更是为了要追求圣洁 更像我主耶稣基督 并且成为基督的见证人 你有这样子的觉醒吗 罗德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提醒 不搭进 罗德他还给我们 有其他的教训可以学习 就是他流连 他眷恋在这个世界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创世纪》19章16节 说得很清楚 罗德迟言不走 为什么迟言不走 罗德为什么迟言不走 他为什么不肯离开索多玛 索多玛即将要被毁灭 因为索多玛真的是有太多的回忆 索多玛有太多的不舍 有太多他放不下的人 他放不下的东西 我们会想到 罗德之所以不肯走 就是因为他对这个世界 这个得失心非常的重 他非常的想不开 所以他就放不下 你觉得罗德的妻子 跟他是不是也是同样呢 是不是还是一样 有个侥幸的心理 也许神改变主意 不要毁灭这里 你想为什么他迟言不走 他迟言不走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耶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 《路加福音17章》 把这个说得更加的深刻 当那日 当索多玛被毁灭的那日 当耶稣再来的那日 是一样的 我可以告诉你 当末日审判的那日 圣经告诉我们 人在房上 器具在屋里 不要下来拿 人在田里 也不要回家 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 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 在告诉我们说 今天我们活在末世末端的基督徒 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 一个人生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不是在地上 不是在屋子里面的器具 而是在天上的财宝 我们所想的不是我地上的家 而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 就要想到我们的天家 到底我们天家有什么东西 这是耶稣给他的门徒的提醒 也是给我们今天的提醒 因为我们要回想 罗德的妻子是什么样的光景 罗德的妻子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那个错误也曾经犯在 以色列人的身上 那个错误就是什么 就是罗德的妻子离开了索多玛 索多玛却离不开她 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 却把埃及也带着走 我们都知道 他们想要享有 享有这个迦南的流奶与蜜 但是呢 他们又不愿意放弃埃及的享乐 这就是罗德的妻子所犯的错误 今天我们不需要 很清楚地能够看到 这是一个末世 神要我们的觉醒 我们千万不要一直眷恋 我们不要流连在 我们这些带不走的东西 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 异想天该的想法 以为我们可以一箭装雕 我又可以得救 我又可以享受 最终世界的最终之乐 罗德还给我们一个教训 就是他缺乏树林的包袱 这在今天的教会里面 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的人 在创世纪十九章十八节 告诉我们说 罗德他选择 他选择荣义的地方 他选择荣义走的路 荣义走的路 主耶稣在地上 已经跟我们讲了 那条十驾道路是困难的路 但是我们喜欢走荣义的路 他想要走到 去到那个荣义的地方 这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常常是不是对神的要求 神的要求就是 你要逃到山上 但是他跟神讨价还价 他一直要找理由 他要推脱 是 他一直不断地希望神可以降低标准 而不是我要迎头赶上 你可以看到没有 他一点属灵的那个企图心都没有 就好像一个学生 他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及格 而不是满分 你想你做父母的 你会不会非常的难过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所要的只是得救 而不是要得胜 你想我们天父的心会不会心碎 这就是罗德的问题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报复 你有这样的报复吗 如果神呼召你 要来做带领 神呼召你 要来做一个属灵的托付给你 你会怎么样说 你会不会是说 你为什么不找罗德 你为什么不找挪亚 你为什么要找我 还是你说主要我在这里 求你拆牌 你有没有这样子属灵的报复 在末世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决信 上帝给我们机会服侍他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要勇敢地来承担 第四个罗德给我们的教训 就是家破人亡的下场 我们看到 挪亚一家八口都得救 圣经怎么样描述挪亚 并没有同样来描述罗德 圣经告诉我们说 却保护了挪亚一家八口 这样子话没有发生在 罗德的故事里面 罗德一家六口 我们都知道 他三口并没有得救 真的是令人情何以堪 耶稣在这里说了一句话 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四节 他说我对你们说 当那一夜 那一夜不就是 罗德也经过的那一夜吗 两个人在床上 娶去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人在推谋 娶去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人在田里 娶去一个撇下一个 到底这在告诉我们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这样子的话 已经在罗德的身上 已经应验了 在那一夜 是的 就在那一天 罗德被娶去 他的妻子被撇下 罗德的两个女儿被娶去 他的两个女婿被撇下 罗德他们跟他女儿都被娶去 但是所有的索多玛的那些朋友 那些亲戚通通都被撇下 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一个末世的一个觉醒 这个觉醒是什么 这觉醒是 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两个 在一个床上有两个人 会有一个人得救 一个人不得救吗 换句话 主再来的时候 会有50%的人会得救吗 你以为 这段经文绝对不是 告诉我们有百分比的问题 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会有一个悲剧 那个悲剧就是 两个人在床上 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你要看到的 那个床上推磨 还有田里在强调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两个在床上 你想什么样的人会 两个人在床上 不就是你的配偶吗 如果在古事后 不就是你的父母 跟儿女的关系吗 取去的如果是 丈夫撇下的是妻子 取去的如果是 父母撇下的是儿女 你看到了没有 两个人在推磨 我住过乡下 我知道 什么样的人会一起推磨 姐妹又一起推磨 弟兄一起推磨 跟邻居人一起推磨 两个人在一起推磨 会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在你的朋友当中 在你的兄弟姐妹当中 会有一个被取走 一个会被撇下 你想想看 两个在田里 田里不就是 你工作的地方吗 不就是你自己的伙伴吗 你想想看 跟你一起打拼的伙伴 会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如果取去的是你 撇下的那个会是谁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 这就是我们末世的觉醒 会有那天来临的 主耶稣说 当那一夜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必须要觉醒 到底撇下的那个人会是谁 如果取去的是你 撇下的那个会不是你所爱的人 接着我们要看三十七节 门徒怎么说 门徒说 主啊 哪里有这事呢 门徒为什么会问这句话 你知道吗 耶稣的门徒是犹太人 是以色列人 他们会认为说这些事情 应该是会发生在外邦人的身上吧 我们是亚伯兰的子孙 我们应该全部得救 他们很天真的以为是这样子 我爸爸 我爸爸是教会的执事 哎呀我妈妈 我妈妈是在那里领诗领唱的 哎呀我的兄弟 我的兄弟也是一样 在教会教主入学 我以为 你以为这样子 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吗 耶稣不是这样回答的 耶稣的回答说 尸首在哪里 鹰也必居在哪里 在旷野这一幕 我们可以想这是一个自然界的现象 有尸首就会有鹰 鹰 突鹰要来吃这个尸首的肉 到底这句话代表什么呢 这句话就说明了一个真理 这也许是耶稣那时代的一个礼语 可是这句话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有什么样的前因 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你中的是什么 你会收的是什么 有尸首就会有鹰 意思就是 如果你今天不传福音 就会发生 哪里都一样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发生在哪里呢 会发生在家里 会发生在婚姻里 会发生在你朋友的圈子里 会发生在你工作的职场里 这是我们末世决心的时候 最后我们要来思想 我们知道 圣经讲主再来 已经讲了两千年 你是不是觉得 怎么两千年前说要来 到现在还不来 你是不是等得不耐烦吗 你在忍耐吗 还是你可以看得到上帝在宽容呢 今天我们不需要成为末世的学者 末世的专家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神宽容 迟迟还没有来 对你与我的意义是什么 神给我们更多时间 做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就是 《路加福音》17章32节 所说的 你们要回想 到底我们要回想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要回想 我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 罗德的妻子有什么好回想的 罗德的妻子告诉我们什么 罗德的妻子告诉我们 他并不是死在所多吗 罗德的妻子死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是在告诉我们什么 罗德的妻子 他之所以会死 真的是我们没有想到 这带来了一个永远的遗憾 到底这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 你觉得你现在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吗 你确定你对主有绝对的信心吗 你确定你对神是真心的吗 你确定你身边的那些 你所爱的家人和亲人 他们真的是蒙恩得救吗 罗德的妻子是不确定的 我们回想罗德的妻子 我们会发现 他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耶和华嘱咐他说 不可回头 可是他偏偏要回头 就是告诉我们 不顺服的下场 今天的基督徒必须要搞清楚 不要以为上帝的恩典永远够用 所以我就可以滥用 我可以告诉你 罗德的妻子让我们回想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一件真理 明知故犯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不只要回想罗德的妻子 我们还要回想索多玛人 索多玛还有很多的人 是罗德的朋友 罗德的亲家 罗德所认识的那些伙伴 那些人他们不需要回头 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回头了 你明白没有 今天我们要回想 要回想什么 末世的觉醒就是要我们回想 到底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人 有没有机会已经差不多快晚太晚了 在方舟的门还没有关闭之前 在联黄火火还没有降到 索多玛尔摩拉之前 还有机会 我们就必须要看到 有一些人等待我们去搭救 有些人等待我们去传福音给他 你必须要这样的回想 这是我们末世的觉醒 不只 我们还要回想 还要回想罗德 当你想到罗德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的心就碎了 你想想看 罗德带着他的妻子 带着两个女儿 逃离开的时候 四个人是在一起 不管他们两个 四个人是不是同步 是不是有人走得快 有人走得慢 但是至少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是走在一起 你可以想到说 理所都嘛 越来越远的时候 突然罗德 罗德听不到他太太的声音 他听不到那个脚步声 他听不到他太太的喘气声 他听不到他太太说话的声音的时候 罗德他有一个不祥之兆 但是他不能回头 他不能回头 他已经听不到他的妻子跟上来 但是他不能回头 你可以想象那一幕 有多么的凄惨吗 那一幕让你想起来以后 真的是令人肝肠寸断 情何以堪 罗德 你回想罗德就可以看到 罗德最后连跟他太太见 最后一面都不可以 他没有办法回头跟他太太讲说 还没有办法对他太太说说 让我们相约在主里 他甚至没有办法说再见 你看到了没有 我们要回想罗德 回想罗德 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 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 就是告诉我们 一个软弱的基督徒 当你做出错误的决定的时候 往往那个受害人 就是你身边的人 当你做出一些 不明智的选择的时候 当你那些贪爱世界的那一些生活 被家人看见的时候 受你影响的就是你所爱的人 这是我们在末世的时候 我们要做要觉醒的 我们必须要回想 最后我们要思想的就是 到底罗德的妻子 代表什么样的信徒呢 创世纪十九章第二十六节 一语道破 让我们一起看这段经文 是怎么说的 他说罗德的妻子 在后边回头一看 就变成了一根柱子 这段经文的六个字 你千万不要错过 那六个字就是 你回家之前 你必须要把它记在心里 后边回头眼珠 六这个六字 说出了多少基督徒的软弱 说出了今天 多少基督徒属灵的光景 什么叫做后边 后边你一看就知道 不在前面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 直接一点 就是后边的相反 你就知道 后边的相反就是 精进跟随 后边的相反就是 迎头赶上 后边的信徒 就是告诉我们 一个信徒如果他不 他不亲近神 但是他还不舍得 离这个世界太远 常常在后边流连 奔走天路的时候 他永远都是落后 在别人的后面 读经他也落后 祷告也落后 灵修也落后 聚会也落后 什么都落在后边 我可以告诉你 罗德的妻子代表着 就是这样的信徒 我们必须要看到 连彼得也曾经不认主 当他不认主那个时候 他就是落在后边 圣经说得很清楚 他跟耶稣有一个很远的距离 什么叫做回头 路加福音9章第62节告诉我们说 手扶着你向后看的 不配近神的 回头 我们今天跟随耶稣 我们常常受洗的时候 都唱一首诗歌 我永不回头 我永不回头 是 什么叫做回头 回头的信徒 代表哪一种信徒呢 回头的信徒就表示说 今天我们自以为 我们已经是基督徒 但是我们经常在 奔走天路的时候 没有commitment 我们并不是定睛 在前面的这位基督的身上 而是我们常常 在那边左右张望 我们常常要回头 要回到过去 回到从前 回到旧的生命 回到老我的里面去 这就是回头的信徒 什么叫做炎柱 炎柱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 当我看到炎柱的时候 我心真的是很痛 炎柱有一个字是很美的 就是炎 耶稣说你们要做世上的炎 但是耶稣没有说 你们要成为世上的原主 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吗 世上的炎 世上的炎可以发挥影响力 炎柱就会变成一个雕像一样 那个雕像是死的 那个雕像是一个 我们所知道的 罗德的棋子的雕像 那个雕像看到一个人 他是回的头 而不是仰望着 不是看着前面 一个回头的雕像 什么叫做炎柱 炎柱给我们的提醒就是 一个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如果在活着的时候 没有办法发挥你属灵的影响力 你死的时候 就会告诉人 不要走我的路 这是非常地令人惋惜 这就是罗德的棋子 最后我们请思琴来弹作这首诗歌 几天前我在台湾的 这个媒体里面看到了一则新闻 就是台湾有个民意代表 他是台北市的一个议员 他几天前从他家的后院的十一楼 往下跳 他就自杀身亡 死状甚惨 当时留下了很多的问号 为什么 到底他为什么厌世呢 到底是不是因为他身体有疾病 还是因为他的生活不如意 还是其他的原因 大家在那边做多样的彩测 我并没有多加的思想 我只是把它当成 这是今天这个末世社会的一个现象而已 没有想到昨天我听到的是 这一位跳楼自杀的这个民意代表 他是个基督徒 当我听到他是个基督徒的时候 他四十年前的时候就是一个基督徒 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生命中 我在里面留下了更多的问号 那个问号就是 第一 为什么基督徒会这么做 第二 到底他这样子会不会得救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想要问的问题 到底罗德的妻子是不是会得救 我们还要问另外一个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 当人家知道他是基督徒的时候 大家不是觉得理所当然 非常的惊讶 这个人是基督徒 我怎么都不知道 我可以告诉你 这就是罗德 这就是罗德的妻子 他们所代表的信徒就是 没有得救的确据和把握 到底你是不是基督徒 别人也不知道 就算你告诉人家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 别人感到非常的讶异 我最后还听到一件事情 前两天他已经设了灵堂 他已经要结束了他的告别式 他的灵堂竟然有三个灵堂 一个灵堂是基督教的灵堂 基督教仪式灵堂 一个灵堂是佛教仪式灵堂 一个灵堂是给无神论的灵堂 因为他是一个民意代表 他们家准备要成为政治世家 他的儿子准备要继承他的一波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政治现实 政治现实掩盖的基督徒 属灵生命的现实 这就告诉我们今天 我们想要得到救恩 但是我们又舍不得 我们又舍不得地上世界的好处 我们又要做一大堆活出那样的样子 来迎合这个世界 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理的立场模糊不清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现在是末世 现在是末世的尾声 哦 主耶稣已经快要来 你预备好了吗 从现在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这段时间 你将要如何过你信仰的生活呢 你是要像挪亚一样 还是要像罗德 你愿意全家得救 还是你要家破人亡 如果主耶稣今天晚上就来 你是被撇下的 还是被娶去的 你身旁那些 你所关心的那些 你所爱的人 他们是被娶去的 还是撇下的 好不好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向神说 主啊 我要效法 我要效法在这段末世 我们一起站立 我要效法挪亚 是的 我必须要 我必须要能够忠心地服侍主 在这末世代 我要背起十架来跟随你 弟兄姐妹 你是不是经常为你身边 你的家人 你所爱的人担心呢 你也已经尽力 努力地传福音给他们 但是如今还没有看到 任何的国效 挪亚的榜样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轻言放弃 挪亚的榜样告诉我们 我们继续不断地传福音 传到我们进方舟那一点为止 他能不能得救 你要不要交托在神的手里 我们只要尽到我们的本分 我们成为一个真正 真正会去抢救灵魂的人 也许在你没有想到的那一天 你最没有 最不看好的那个人 他就会回头翻转 他就会归在基督的名下 让我们带着盼望 让我们带着盼望 一直到我们正主的面 直到主耶稣再来的那日子 我们殷勤服事 我们忠心顺服 好不好 让我们带着盼望 我们来传耶稣的福音 让我们来唱 再唱一遍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我要走适逢的道路 在地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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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路 背起我的十字架 唱副歌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我要被心起奔走主道路 主的荣耀这改全的事 我要赞起来敬拜赞美 我心说可目的主啊 你是全地的救主啊 我心说可目的主啊 你是荣耀的君王 我心说可目的主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